孝誠哥這邊 常鋒我們講說一線之隔 一念之鑑的時候有時候就天人兩隔 那像民國86年的時候 那一年的時候台灣有很多的空難 那其中有一個空難是國華空難 那當時的時候那架飛機是 應該這樣故事這樣來說 就有一個姓侯的一個阿兵哥 因為之前的時候他就是 他人就是菜兵就對了 那個菜鳥 結果後來因為前幾天天氣不太好 所以他就沒有辦法準時的回營 那所以他就每天就在那邊 飛機場去等飛機 就一直沒辦法起飛 船也沒辦法開 那後來等到那天的時候 結果他買到了第二班 是六點半的那個台航的那個飛機 第一班是那個國華航空的班機 那因為他是菜鳥 他剛入伍沒多久 他怕那個長官有沒有把暴力通報 他就很害怕 他就跟前面就在櫃檯那邊 碰到一看那個姓程的一個小姐 他就跟他講說求求求你拜託你 我趕快趕回營去 我怕被長官處分了 可不可以拜託你跟我換一下這樣 因為那姓程小姐 換那個機票 換機票 對 就把他的台航的飛機呢 就跟國華的 原來那個姓程小姐 買到那個機票把他兌換 那姓程小姐說 沒關係 他就無所謂 他是回家探親 那阿兵哥這個事情的話 知識提大 萬一被爆逃兵 或者是那個什麼 就是碗歸營的話有沒有 會被處罰 他就跟他換 一換之後呢 沒想到那輛飛機 後來就摘在那個北竿 就整個飛機就撞進了那個 那邊有個炮陣地的一個半山腰上面 上面的韓機組員在那13個人 全部尼難 全部尼難 那那一天的時候 我剛好就是 那時候我還在當記者 結果我去先跑到那個 就是我那個收斷機場去 然後去了解那邊 我為什麼知道這個故事 因為我那時候看到一個 那個姓程小姐 就到抓了那個機票 那個台航第二半飛機 他都沒有上去 嚇到了 整個坐在那邊 然後在那邊抖 然後在那邊掉眼淚 我一開始以為 他是所謂的尼難者家屬 他一問的時候 才知道原來是個阿兵哥 然後我再去追 追出來之後呢 就果然就是後來就發現到 這是那一天 那個阿兵哥 阿兵哥火化的那個照片 那時候軍禮 然後就做這樣子一個禁禮 他等於是代替了姓程的那個小姐 然後就往生了這樣 同樣的情況 在同一年86年 又是另外一次的國華的那個 南廖漁港 就所謂的 我們一般稱之所謂 新竹外海的那個空難 那一次也是有一個 姓王的一個少婦 他帶了一個小孩子 他就要回高雄去處理他一些事情 結果呢 有一個那個竹科的工程師 結果他 公司派他到高雄去處理事情 但是因為他沒有 沒有買到機位 他用Standby的 他也不是第一順位 他後面 可是呢 他就不斷去跟那個小姐講 就地前那個櫃台小姐講說 我希望我今天一定要搭到這班飛機 結果那個 姓王的那個少婦 就覺得 就一時好心 想說他只是要回去 就讓給他 就讓給他 這是好心嗎 這是好心嗎 沒有他這個好心有好抱 不是 重點是在哪邊 重點是我後來訪問到那個姓王的那個少婦的時候 那他也覺得很感慨 真的 因為這一個工程師就跟那個姓王的那個少婦講什麼 他說 你要把我換機票給我 我真的 好感謝你 你救了我一命 重點在你救了我一命 後來之後沒想到那個飛機就在那個新竹外海就解體了 解體了 到現在為止 都沒有辦法能找到一個完整的靈難者的一起 結果是他救了那一名少婦 這好難形容 對啊 年傑聽說這個武打 李連傑 他也有這個死裡逃生的經驗 對 其實我覺得死裡逃生經驗其實每個人應該都有 只是說他的輕重分別 那我們知道李連傑的事情是很大的事情 就在2004年那個南亞海嘯的時候 他那時候正好帶著一家 可以說是就是三個小孩還有加上他跟老婆 正好在那個馬爾蒂夫在度假 那你知道那是個非常輕鬆的氣氛 然後全家合了 因為他每年拍戲這麼忙 結果他們就那一天是在那個海灘 然後小孩在那邊玩 好像是兩個在那邊玩 另外一個在飯店裡面 然後他其實他就有一種奇怪 他平常他本來是躺在那個躺椅上的 躺在那椅上的話 我跟你講你就是 大家都是這樣戴太陽眼鏡 曬太陽就什麼都不管這樣對不對 他就覺得說怪怪的 他就站起來 他就覺得說他不想躺在躺椅 就站起來這樣看啊看啊看啊 走動一下然後看他的小孩 不會把他看著那個海嘯過來的 對他就看不對啊 那個海怎麼一直一直靠近他了 海平面不對了 那他其實警覺院裡連傑 從小有習武 他有那種警覺性 不對就是不對了 然後就說難道是海嘯嗎 然後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一時之間真的是只有 沒辦法思考 對就是小孩就這樣抓著就這樣跑啊 然後還有保姆勒 這樣子就抓著就這樣跑 他真是有受過訓練 就這樣已經就是 就趕快往陸地那邊這樣衝 這樣一直衝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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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回去飯店裡面啊 就女兒這樣拎著這樣再跑 他說就是一直打在他們身上 真的是就是差一點點幾乎是被捲走了 可是這樣一家人就是這樣脫困 就在他那剎那他站起來 他在沒有再躺在那裡 他如果躺在躺以上 一家就沒有了 李連傑就是大難不死 可是他就說大難不死必有後福 可是他的劫難又來了 他最近發現說他得了甲狀腺 他那邊是類似是癌啦 類似所以很初期 可是他就整個人暴瘦 暴瘦到眼睛怎麼忽出來 他拍那個海洋天堂的時候 整個人說看李連傑那樣子都不對 那他們就說 那不是大難之後應該有後福嗎 可是其實李連傑他不這麼想 他其實這個災難之後 他是投身於公益 他做醫基金做很多 只要有災難的現場 他其實第一個會到 所以其實李連傑他是把這個 整個是投身到公益 其實所有的我們有福這樣子 多做善事 其實我覺得多少還是有福報 對 我們稍後回來 講到這個生死一瞬間 這巨大災難 921大家應該都忘不了 那時候順哥也發生一些事情 是啊 剛剛聽到李連傑 我們大家都覺得真的為他 恰一把冷汗 其實順哥許孝順 他那時候其實在友台 他主持一個外景節目 可是就在921發生的前幾天 他們就到了我們知道 就南投那一帶的山區 他們去出外景 可是就是在發生的那一瞬間 其實他們是在一個很大的一個 就是三合院的一個地方 他們是在下榻在那個地方 他們在那邊休息 可是發生之後 全部對外的那個 全部斷線 全部中斷 都完全沒辦法聯繫 可是那時候 因為他們身上還有一些 比方說糧食 帶過去的水什麼的 還OK 還可以撐一下 可是撐了幾天之後 真的撐不下去了 所以他們決定 一行人就是沿著 即便就是再危險到 沿著那個路慢慢爬下山 可是走出來才發現 哇 到處斷源殘壁 可是我覺得一個很殘忍的事情 就在他們行經的過程當中 他們有一個就是攝影師 應該算是蠻資深的 就在他面前 當場被一個落石砸到 而且是當場砸死 可以這樣說 可是他斷 可是他們就 他一直抱著他 他們兩個感情很好 他說你真的要撐下去 可是他只記得 他那個八字 就那工作人員跟他講說 請幫我照顧我的妻兒 後來就沒有 對 還是很不幸的罹難了 所以其實那一次的經驗 讓順哥真的很深深的體驗到 我們常常說 對 尤其那個意外 有時候並不是你可以掌控的 對 而且真的大家都要正行生命 所以那個時候我也有 很慘到的經驗 有機會的話再跟大家分享 那個時候我也在台中 受招募 對 好 其實我們常常說 這個美麗的背後 我們沒有看到的就是 他致命的危機 來看哪裡呢 台灣的齊萊山就是如此 在齊萊山常常發生嚴重的山難 也因此出現了很多不可思議的靈異傳聞 在哪 在哪 谢谢大家